昨天一位叫我不是胆小鬼的网友粉丝给我留言 一个月前花12万6千8提了雪铁龙C6 开了870多公里了 看到很多人在黑雪铁龙C6 但我开了这款车感觉非常优秀 动力也绝对功用 换挡也是批分平顺的 薄若一点点的顿挫但不严重 特别是这台车的底牌的扎实的支撑性 还有绿镇隔绝的是非常优秀的 真的是越开越用越喜欢这部车了 而且这款车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缺点呢 目前是没有发现 那么首先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想告诉所有视频前进入前的粉丝朋友和老体啊 上一天的谁花12、3万买到啊 咱不能是买到说抢到了雪铁龙C6吧 就是捡了个大便宜知道吧 那么却有很多人在hate 我这么说吧 一台卡罗拉大众保来朗逸 日产薰衣的价位12、3万 你就能买到第一家机车 雪铁龙C6了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它的行者质感 发动机变成箱 哪一样不比刚才我说的那些车强太多了 是不是 雪铁龙C6是基于雪铁龙EMP2构架平台打造的一款车吧 和东风标志都是同一平台的 是这个雪铁龙旗舰型车型 总裁车的车人安全就不是你什么宝莱啊 大众麦腾他们能比得了的 甚至凯美瑞 A、B路都使用1500到1700兆帕的热身军高 而且使用比例很大 这个做翻滚错试 人家A、B路也不会怪变形的 这样呢 如果发生性撞击事故 A、A住、B住不变形 车门就能正常打开 人能正常逃离出去 一撞击A住、B住就跟纸糊的时候变形了 你门打不开 你得需要切割除去再打开 那你就失去了第一逃离的时间呢 明白了吗 前迈复性后面是五连杆寻挂 还有铝合金材质的连杆 而且寻挂的行程比较长 非常舒适 这样走这个油漆板路的时候 非常的有支撑性 非常的舒服 而且走颠簸路段的时候 它又绿症特别好 这都是上车那些车比不了的 甚至大众麦腾开门都比不了的 1.6T的烏轮扎发路机 是更新换代了 也不存在丢旧这个是牛的技巧了 爱心8IT的变成仙 每个秤能给你啊 对吧 都说双离合好 双离合我这么说吧 那是硬生生 让大众给炒弱起来的 我告诉你 最好的变成仙 综合来对比变成仙 AT是最好的 知道吗 是换档速度不如这个 七档式双离合 但是你的耐用性 不是你七档式双离合的比得了的 但是处有一款变成仙除外啊 就是保时捷的PDK 七档式双离合 人家那个你比不了 人家那个一个成本就要10万块钱了 人家不计成本的 是吧 所以说爱信 踩FAT是做的最优秀的 记住啊 包括这台车的空间 那行动质量 隔音机 变成说保来朗逸了 其实麦腾开门也不好使啊 人家出的时候 是以C级车的身份去竞争的 降维打击 最少也是个B加级车吧 机不再失 拾不再来 真就是这样 虽然是一些库存车 没有任何问题 知道吗 那么有没有开过买过这款车的车主或者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有这种车主说喔 转发评论点赞 各位收听 成功在这位窄 与 这昂 参照 并 今